阿伯 你現在眼睛要擦亮 不要再找錯女朋友 很亮啊 有沒有 雖然我比她大 但是是她在疼我 我們今天就是直播單純給大家看夕陽 阿伯 你現在眼睛要擦亮 不要再找錯女朋友 很亮啊 有沒有 那一種很辣的 不好顧 不好顧好不好 要像我們這種 對 我跟你講 外表而已 也不好顧 就是 男生也是 帥的不好顧 會對人造 對 阿辣的也會對人造 那你這麼帥怎麼辦 你會不會對人 我不帥啊 我也沒有很正啊 我不帥啊 我也沒有很辣 我是屬於阿姨型 阿姨型 我是現在阿伯型 你們會吵架嗎 會啊 當然會啊 我們吵得兇的咧 我們就是因為 很會吵也很會和好 所以我們才會繼續在一起 那一天有一個妹妹問我說 請問一下怎麼樣找到對的人 然後我就說 這世界上沒有對的人 只有你願意跟他磨合 你願意想要繼續跟他走下去的人 如果你不願意跟他繼續磨合 繼續走下去的話 他就也不會是你覺得是對的人這樣 對 希望阿伯能疼小嫻啦 就叫我啦 嗯 要好好疼你啦 他超疼我的 那一天我說 我好想要有一個 可以背手機 因為我最近手機都放在包包 可是最近一直要拿去掃那個 十連製嘛 我就一直要從包包拿出來 我就很想要背在身上手機 他馬上就幫我買一條這個 那 阿伯很疼我 他有時候怕我累 還有自己的工作在忙 他就會跟我說 沒有關係 你早上可以多睡一點 然後呢 他就自己一個人去煮雞翅 然後他就讓我多睡一點 因為我有時候還要去工作 所以他就會跟我說 沒關係 我來我來這樣子 雖然我比他大 但是是他在疼我 確實要 可以同 同肝 也可以共苦 對 而不是只有享受 最低潮要信念的 或一個人走太快嫌棄 沒有停下來登對方 對方也不想追上來 找不到平衡點 我懂這個感覺 就是說 你覺得自己已經在進步 可是為什麼對方沒有跟上來 然後你就會漸行漸遠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打出來溝通 因為如果你 在打從心裡輕視對方 那個會從生活的言語 都會 洩露出來 都不經意的流露 真的會容易傷到對方 對 小嫌金剛 我愛你們 對我們普通人跟網友 一視同仁的 善良客氣和耐心 完全不會刻意擺架子 我們會繼續保持 啊如果我們有招金 可以記得 要 要罵一下啊 如果我們有 就是 那叫什麼 大頭正還什麼的 對啊 當然我們是盡量不會這樣啦 好不好 好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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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